應該是很清楚 就是說前幾天他們 應該是去官邸還是去福建那面對不對 那當然小英是定調就是說 那你就根據你的證據去好好講清楚 但是這個時候你看這個行程這個樣子 如果說真的是因為佩洛西要來等等 必須有一些準備工作 但是你其他的行程都沒有取消 這表示他相當程度已經開始在刻意保持距離了 免得到時候真的必須要換人的時候 他不要被火燒屁股 現在也不能直接說要換 換的時候他自己也會受傷 但是這種情況之下大家 基本上現在就只有鄭文燦跟鄭雲本兩個比較積極一點點 因為他們是當事人都是桃園的 必須要這樣子 其他人基本上比如說你看看板等等都拿下來 所以心理上應該有個底子了 所以小英當然自己要慢慢退出來冷冷的 慢慢的冷處理的方式退出來 幾乎是全黨閃全黨必一間 就大家盡量都避免碰到林志堅 那麼柯建民是林志堅過去的老闆 所以柯建民力挺無話可說 那對鄭運鵬來說 他當然有刮田裡下之嫌 就是因為如果換間了之後 最後換上的就是鄭運鵬 所以鄭運鵬為了要選擇利益迴避 而且以他現在的這個黨團的職務 他也只能夠含內力挺 那更不要講到像鄭文燦 鄭文燦是負責服選林志堅的 他在這個時候也無法抽手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真正敢力挺林志堅的 除了蔡英文鄭文燦 柯建民跟鄭運鵬以外 民進黨其他的政治人物都是選擇沉默 我剛才說過 民進黨是一個得理不勞人的政黨 結果今天如果這件事情是民進黨佔上風 大家看著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一定群起而攻之 每天發幾篇文都有可能的 但是現在他們卻選擇安靜選擇沉默 我想答案大家心裡都清楚了 正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折扣馬 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嘩 所以在這方面 召喚 有一些折扣馬